日前嫁于南投县水里乡 天上圣母妈祖 御旨特封虎面人参的虎卫大将军 圣诞千秋 并与虎爷将军庙开光落成大典 一并举行 今年将扩大举办圣诞祭典 祭典中绕进游行式庆典活动的高潮 祈求和静平安 随行有花车一格 各阵头信徒等绵延树里 锣鼓鞭炮声不绝于耳 议长何胜丰副议长潘逸权 议员陈茜月陈昭玉及其他嘉宾 都前往祝贺 期许当地信仰能够庇佑 相亲和家平安 我们今天是我们水里 我们天上圣母 荒野楼今天六成的日子 我们这个荒野楼 我们的水里可以说是一个 民宿的一个庙室 这对地坑共产也很大 比如我们水里 我们地坑 我们国家的民兰 可以说给我们水里这些市场 大家共用一个荒野 对我们水里 一方的共产人材 所以今天这个六成 我们这些山南新里 特别来建一个庙室 建一个庙室来六成 这可以说是一个 真好真好 地坑一个民宿 也是地坑一个团结的力量 来跟我们荒野做一个照顾 相亲我们荒野 今天来有这间新厨 要直接来按照 最新厨的保护我们水里方 以及我们整天都关的 国台平安 大家平安顺序 水里香饮虎爷炸叫的习俗 已延续三十年之久 出群之际 四处饮鞭炮的虎爷叫 民间习俗有味 炸虎爷叫大发 因此商家 善信君会准备一堆堆 小山丘的鞭炮施放 炸虎爷叫的习俗 已岂能大炸大发 他心尊 还是浪民 好心 所以这非常有特色 也非常灵验 相信我们的好众君 也会比喻到我们的乡亲 大家合家平安 大炭情 水里天圣公虎爷会的神教 接近于日本的神教 神教的行径 则是由几股和拿扇子的人员 做指挥 而炸虎爷叫 则是每年时 不可错过的精彩好戏 每逢虎爷叫绕境之时 许许多多的商家信徒 会主动准备大量的鞭炮 鞭虎爷 就会把鞭炮堆至轿底 实施炸轿 而信徒也相信 鞭炮放的越多 炸的越旺 来年的运势 财运也会越来越旺 民意新闻 刘六期 陈淤林水里采访报道